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本期呢给大家带来一款 MD平台怒之铁拳的改版啊 这个改版呢表面上看是一个全人物的版本啊 但是大家看啊这里增加了一个真人 啊这位好像是作者玄武剑啊 把自己的形象增加到里面了 现在呢怒之铁拳剑啊 改版剑有两位大神 一个是这位玄武剑 还有一位叫王菲的大神吧 啊非常喜欢把自己的形象啊 加到游戏里我也是醉了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改版啊 顺劳是恐龙快打的改版啊 增加了恐龙快打的人物啊 当然了这个全人物版本啊 还有很多的NPC啊 这个如果大家喜欢玩呢 啊啊也可以下载这个游戏 然后试试这些敌人啊怎么样 那今天呢大叔就给大家使用 恐龙快打里边啊黄帽 经典人物啊 我连恐龙都揍啊 别说你们了 咱们来试招式啊 哦这个前前脚啊还是非 哎 是个多段计啊 是个多段计啊 刚才好像踢着了三下 哇 这小铁也就扛两下啊 续续抓吧 哦这招啊 这招我刚才看了出招表啊 这招作者呢给他起名叫灵魂出效 啊这是在背后抓人 是这样的 这招啊攻击力非常强啊 好像一格左右啊 哦血满呢吃血不加分 哦身后踢人这招也非常狠 看看还有什么技能啊 哎对 他的经典的倒勾 这个倒勾呢是按住攻击啊 不松手三秒 然后才能出现啊 不是下上拳了啊 不是下上拳了 然后他的连武技啊 就是一顿拳 最后一招呢也是这个倒勾 啊还是这样使得顺顺顺顺一点啊 试试啊 旋风 哦护身呢 必杀技就是这个啊 试试前必杀技啊 一会儿 哦前必杀技是一个突进的旋风腿 看看BC 哦BC呢直接就是一个后弹的倒勾啊 那还是BC怎么用好用 哇这脖子吃不起啊 这个大招 这招太好用了 比超杀的好用啊 这何止是变态 简直就是变态 好落地呢 还有一个 哇这拳啊 攻击范围和攻击力都很理想 这人物是无敌的啊 这人物就是无敌的 当然了 恐龙都能打倒 别说人啊 别说这些肉身烦胎的人类了 哦可以打断 可以打断啊 这招不是无敌的 那还算是有缺点啊 还算不无敌啊 看这招能踢底脚啊 哎不要挂啊 你我还没吃烧鸡呢 这 这太猛了 哦 加了两条命了 这么一会 我出门人数是乘三啊 哇好多分 咱们不吃分啊 人有的是 谁打我 哦 起身还可以使用护体剂啊 起身安全 一个斗钩 你们太不扛打了 我跑起来 跑起来跟你们打啊 人们没用出来啊 喝血了 看了一眼出招表 也是可以摔人的啊 啊 挨摔了 挨摔了 挨谁啊 你造勾的 咱们试一下这个摔人啊 根据他这个出招表 啊 是这样 就是你 抓住人之后 按一下跳 然后在空中的时候 马上按一下拳 还能 你最摔啊 否则是摔不了的 行了 不浪了 不浪了 浪掉了好多血啊 来吧 说用前天拳啊 用这个跑动攻击 哇 差点炸到我 起身有多余动作 不管他们啊 这个桥快跑到头了 感觉 哎呀 手太快啊 捡不到血啊 根本的 这 秒了啊 秒了 这个棍子怎么你们捡的这么执着呢 一点不好用啊 好了 咱们又满血了 又可以浪一浪了 是吧 不吃分了 不吃分了啊 这个强迫症处女座的朋友啊 对不起了 咱们快点通过啊 好 boss飞过来了 boss飞来了 boss飞来了 好的啊 这就这就打的啊 当然了 选择难度呢 也比较简单 为了快速通关啊 招式给大家都演示了 这样如果大家想玩的话呢 可以下载这个入目 这个平台是md平台啊 不是fc平台了 看画面也知道啊 fc不可能做出这种方便 而这个乱码 已经第三关了 咱们 好快 7分钟左右 第三关 争取啊 争取咱们 3分多钟一关 来 这个成功扔出去了啊 不错 可以打出硬直之后呢 接前前拳 来个熊羽腿 也是很好用的 来了个小boss的人物啊 我这招是一个群赏AOE啊 AOE技能啊 遗憾的就是就是不无敌 忍者来咱来比比谁更灵敏一点啊 这些改版人物 一般哎 讲面没吃到 算了啊 五条面也够了 我估计啊 通关都不会挂 最近发现啊 弩之铁拳的改版呢 很多人都不能 尤其是二代啊 很多人都不能够剪 道具 剪了之后 开拳呢 就没有 攻击判断了 这里应该就是boss的所在了 不掉血的话呢 就不剪这些东西啊 哇 这回掉了啊 这回掉了 往前走往前走 哇 清兵速度非常快啊 哎 这回有一点恐龙快打的意思了 真的有一点 哇 四下 四下啊 这个角看来起码可以踢四下 多了 不知道 四下三分之二血啊 这里呢 改版人物到这啊 都有一点 打不着这个东西 只能用这种飞踢啊 真是抽了吗 原版的飞踢啊 只是一脚啊 这里改成 我看好多脚 boss 这个boss呢 这个boss呢 也是 敏捷型英雄啊 他防着也掉血 哎呀他挂了 好吧 我的血又没吃成 六条命了啊 第四关 你够好像就只有七关吧 哎呀 抓五 我想去抓他 那算了 给你玩玩拳脚吧 滑铲 这又有个乱码 哇 一脚踢死四个 先去把这些人啊 都弄到一起打 哎呀 我的前前脚没对过他 先吃个血啊 先不能打死他 我的 旋风腿 我四个人 好的 挂了 一脚一脚 一脚一个 这个妹子 用大招来解决啊 苹果 苹果 哦 飞踢也不是无敌的 被人用青拳打下来了 好的 地下斗鸡场啊 哎呀 大胖子 这脚好爽啊 在背后踢他 没了 他没有血了 算了 下次抓到胖子 还在背后踢他 好 四下 这脚最多就四下啊 确认了 有个小boss 先干掉这种 难打的 难打的 哎 这 我没想打他 结果一个倒勾 勾到后边了 好了 到底啊 boss 这个boss是一个 力量型的啊 上一关是敏捷型的啊 这回是个力量型英雄 比较笨重啊 他好像没办法抓啊 果然不让抓啊 不让抓算了 力量型的呢比较笨重啊 咱们就利用跑动来打 第五关 第五关BOSS好像是 啊对 拳击手啊 怒之铁拳系列呢 应该说是MD平台最为经典的 轻版动作游戏了啊 那么在9月份 MD平台有一个独立的制作小组 会推出一款全新的动作轻版游戏 游戏的容量呢也非常的大 效果啊也应该是非常棒的啊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怒之铁拳系列的剧情呢 起码二代和三代是相通的啊 一代呢太过久远了 而且呢 游戏素质也不是太好 MD平台早期的作品啊 可能是厂家呢 对MD的机能还没有吃透 那二代开始呢 已经有 这种 大作的潜质了啊 那三代呢可以说是 系列的巅峰啊 乃至整个机种的 轻版动作游戏的巅峰 我是不是又没吃烧鸡啊 我再满血啊 不计较了 这前面就应该是boost了吧 哎呀 飞行的小兵啊 这种非常讨厌 哎呀 差一点差一点 抓我 人呐人呐 就差这么一小下啊 哦 这里呢 比较复杂了 有人扔手雷 手雷也可以扎到他们自己人啊 扔你扔着玩干嘛 老不无敌 被他的手里剑打到了 有没有血啊 给我个苹果 我大概就能满血 我给个烧鸡那是boss了啊 哎呀 想要跟我耗有根 好 我得吃血了啊 再不吃都挂了 好的 这个承机手啊 你别看外表是力量型的 其实呢 技巧也很厉害 是一个敏捷和力量型的集合体吧 是一个敏捷和力量型的集合体吧 第六关 在沙滩啊 看到沙滩有时候就想起 哎呀 横着飞出来的 哇 这个好智能啊 我刚才就想 就因为他刀掉了嘛 所以我想在那等他捡刀的时候 踢他 结果呢 用了一个树身 有点过于职能啊 哦 七条命了 咱们虽然漏了很多分啊 有很多的 道具 就起身这一下不好啊 啊 动作呢 有点多余 加点血 半个血 然后前面有个苹果 就差不多了啊 咱们就缓过来 直接给了个烧鸡 来过来让我抓一下 哎呀我还抓了 这看不见人 哎呀我还抓了 在屏幕边缘打仗啊 就是这点不好 但是咱们血量是足够了 血多的时候呢浪一浪 没关系 哎呀这个胖子 我要在后面打他 哦刷 哦刷 哦又奖命了 三十五万 五万分一奖命了 看来是 哎也不是 那是多少 七万分吗 哎没炸着他啊 我估计用拳牵着一下 结果没炸着 没炸着 啊又是他 但是蓝色的 来个小飞行兵帮忙啊 这回 我又吃血了 Boss撑不住了 哇这个姿势 哇这个姿势 八条命 啊最后一关啊 哎不是最后一关啊 最后一关是那个 是坐电梯那个 这关的Boss应该是两个机器人 哎呦果然胖子应该这样打啊 爽 我们一共是八关 比系的流程呢也是不短啊 所以为什么要用 哎呀哎炸了哎炸了 我打点打他打慢了啊 所以为什么要用简单难度呢 就在这里 如果开个钢难啊 咱们起码啊 四十多分钟打不完啊 瘦身 哎呀哎呀天哪 那个是个血啊 好像 看看啊看看什么鬼 什么鬼 空的 这回呢 射击 啊瘦身啊没打到他 哎又一个瘦身 向上的电梯 这个场景啊 让我想起了三代的第三关那个场景 也是有一个类似的啊 但是三代那个呢 第二上是空的啊 你可以跳下去 也可以把敌人打到里面去 烧鸡守着一点吧是吧 有血在啊感觉可以浪 中了一个消用腿 再用一个啊爽爽的用 还有这个小boss啊 哇他两个血啊 短啊 好好好谢谢啊 谢谢 我捡了把刀啊 正不知所措呢 他把我打掉了 好的上去上去估计就是boss战了吧 哎呦 对啊他们在跳啊 跳的时候吃伤害吃不全 这个讨厌了 炸了一个还把我炸了 那我只能抓他了吧 可以扔出去 再来一脚 哎已经已经九条命了啊 已经九条命了 分数和减命已经没有用了 哎哟 起来 大爆炸了 把我炸躺下了啊 好的第八关 这回是最后一关了啊 我记着有有胖子和boss 这机器人讨厌的要死啊 哎 这机器人讨厌的要死啊 哎 别抓我啊 哇 这两拳有点接挂里那个拳王的意思啊 哦 他也可以蹿线攻击 好的 好的 放倒 这个这里呢 应该是最后一个场景了 但是很多boss 可以抓住了 抓我 跑动攻击他防住了啊 然后抓我 但是这里 地形很窄啊 等于boss能加点血啊 好 我记着这货防也掉血来着啊 哎这回他没对过我啊 我还以为我打不过他呢 再来个boss啊 再来一个 去救火 好的 啊来到这了来到这了 这个倒钩有的时候感觉真的 硬支时间很长 容易来打啊 所以呢 咱们尽量接前前吧 哎呀防的不错啊 而且不掉血 这货才是野心的啊 哦 你看啊 你看啊 他这个倒钩总是感觉很多鱼啊 感觉 跟这种灵敏的选手打的时候啊 略是就出来了 可以多利用跑动吗还是 不能站撸啊 不能站撸 放倒啊 这回boss出场 哎呀给了我一枪拖 哎这他就贵了 这太不靠打了 好吧那这样呢就通过了 最后呢 分数当然没多少了 因为很多 都没有没有去减 那好吧那这样一款 MD平台弄之铁拳的恐龙快打改版啊 就给大家更更新到这里 总体来说呢 作者在制作这款改版的时候 应该说是非常用心的吧 增加了一些招式 这个倒挂金钩啊 感觉还需要再改良一下啊 因为有的时候出手之后呢 感觉硬质时间非常长 容易被NPC反击啊 那好感谢大家收看嘛 如果大家对这个游戏感兴趣呢 也可以自己下载来玩一玩 毕竟还有很多其他的人物啊 可以给大家体验 那好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收看大叔的视频 喜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大叔 这样每天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大叔更新的消息 还可以和大叔互动 别说话 找我 好 好